有志愿福利团体发现 因沉迷网络而求助的小学生 每年增加5% 由于不少的小学生 是从五六岁开始沉迷网络世界 志愿团体因此针对学前孩童 开办网络健康课程 是的 跨部门网络健康指导委员会 在过去四年就资助了 25项网络健康活动 让24万人获益 来看记者庄庆宁的报道 和家人一起到动物园游玩 却因为沉迷手机游戏 回到家里 竟然连一只动物也画不出来 这本故事书是志愿福利团体 触爱青年服务部 在获得资助后 为学前孩童设计的教材 希望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 教导孩童在现实生活 和虚拟世界中找到平衡 在近期两三年 我们都有留意到那个趋势 就是说比较多小学生 已经开始沉迷了 许多家长都跟我们分享说 其实在学前这些小朋友 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他们会用到独占那个手机 当父母要拿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耍脾气 闹脾气 触爱青年服务部表示 孩童沉迷手机游戏 可能导致他们习惯性忽略家人 课业和社交活动 因此有必要从小纠正 同样得到资助的飞越社区服务中心 则主办讲座 让社工和老师等 更了解网络活动和趋势 这项努力取得良好反馈 飞越表示会考虑再申请资助 跨部门网络健康指导委员会 第六次邀请志愿团体 学校等机构 最迟在明年1月提成建议 一旦培养网络健康的建议获得采纳 就能获得拨款资助